一语同路人 今次的嘉宾是黄玉芳 Jack Queen 我在去年二一年四月 突然有一天睡醒觉 身是干的 终于十年 好像天天被水浸着的生涯 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在那一阵 不是只是没有了那些夜汗的问题 是觉得其实神一直都没有离弃我 他在最黑暗的那一刻 他就真是奇迹的医治了我 但是他要用这些 他要我更加去依靠他 我的生命里面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问题 就是健康的问题 都是没得医的 都是经常去控制住的 就算我的糖尿 我很感谢主 我现在都没有需要吃任何的药物 我唯一每一天吃的 是神给我的喜乐的心 因为那个喜乐的心就是良药 承邀请大家一起来收听 接下来的恩与同路人